好,來看一下這個角度的用法 看這一段程式怎麼寫 也就是說我們要用A來寫 那麼 這一個水平線跟這個夾角呢,是120度 所以呢,我們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程式 摳起來 那打開這個記事本 貼上去 然後存檔 比如說我們存在D OK 比如說TT 這個NC 那這裡要用成所有檔案 這樣才看得到 好,那我們要驗證這個對不對 寫得怎麼樣 我們可以用這個 讀取手寫 OK 剛才是這個TD 它跟你說少了F OK 所以說我們這個裡面 因為你使用到G.E 一定要有個F 第一次一定要有個F OK 好 好 再做一次 好,然後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,那如果要模擬的話 要看這個 錯標到底是多少 你可以用第二個 OK OK 好,它這個提線 這裡沒有鎖沒有關係 看一下 我們進入這個單區單解模擬 OK 好 那麼 刀子往上提 好 那這裡有一個 自動導角 好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座標 它幫你算出來 好 那麼再向前 再向前 OK 那這個的 手寫程式 它可以用在這個A角 它可以自動幫你拆開 打斷 看這個圓幅的座標 好